二舅 小杰天天跟三皇他们打麻将 这不啥好事啊 你得说说他 我说过了 他不听 有时候还整宿不回来了 那哪能行呢 要不我跟他说说 二舅 要不这么的吧 我把他领到木镜铺去 叫他跟我学手一得了 那太好了 他在你跟前啊 还扶你管 这事吧 我早就想过 可是我吧 怕他把他领走了 这家里的活没人干 不要心 这点活 我们老连口啊 还能试着过来 那行 那我就跟他说说 把他领到那儿去吧 天天干点活 还挣点钱 老师啊 准备 将七两口子来了 来 二舅 来 二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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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公子啊 你们两口子也该过来 二舅 坐坐坐坐 七哥 快坐 来 坐 七哥 坐 好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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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舅啊 这都在小布县城呢 没特意买 坐下 坐坐坐坐 坐坐坐坐 二舅 老四 你说你回来咋不会坐坐坐呢 帮二舅干了几天活 忙过了再说吧 你们要是有话 在这儿说不方便 那就叫老四到你们那儿吃烙去 看二舅说的 在这儿烙有啥不方便的 就是 有事 有事 也不能背着你们二老啊 嗯 有些事 我们还得请二舅出面呢 我就愿意和七媳妇办事 懂得规矩 七哥 我给你买了点东西 这又不是外面 你看你看 你这 七哥 我给你买了点药 叫定喘铃 挺好的 你吃这试试吧 你吃这 这也多少钱呢 老七呀 什么钱不钱的 能治好你的病就终 七嫂 这是给你买的 来 这么多年了 你还记着 高胖子上山抓我 追得咱俩直跑 这事咋能忘呢 这给三个丫头买的 哈哈 四弟 你看 买这么东西干啥呀 这我的一份心思呗 那你就不过去 吃顿饭呗 去 能不去吗 八儿就这点活忙活完 我就过去 过去吧 老四 你回来一趟不容易 我跟你七哥商量过了 有些话 你该说就说 七嫂说的 是大根的事吧 这是好办 听听孩子的意思 老四 你们两口子定就行 我没说的 我这次回来 老四 老四 你先出去一下 我和他两口子在落了 二舅 这事你就别管了 叫你出去你就出去 他爹呀 你干啥那么邪乎 是 他很深邪 可以 说 匹毒子 是一件大事 马虎不得 我们啊都听您老的 得选个吉利的日子 二舅 还有别的说都没有 这个你甭错 到时候我不也得去吗 这两个日子都很吉利 回去你们山顿的订吧 雅大妈 二舅 那我们就走了啊 走吧 我们走了二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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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书呆子 兜里东西也不淘汰 就往箱子里撞 这书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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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咋说 这书呆子 这书呆子 翻一下身吧 这书呆子 这书呆子 来 这书呆子 你咋说 这书呆子 咋呆子 你收起来的 你姑呆子 这是什么 这书呆子 这书呆子 谁不想说 他不想说 可可我 就拿 这书呆子 为了 咱们咋 爹呆子 快快 你妈 这书呆子 德顿 这书呆子 德顿 可可我 不想说 你带上 我说 你带上 我说 可可我 真喜欢那位女人 德顺啊 你别说了行不行 你 你这不是拿刀子炸我的心吗 二蛮 我和你姐俩 互相 伤得太重 当时她嫁给七三荒子 我这心里头 就有说不出来的滋味 挺难受的 后来我进了老姜家的门 把你姐的心也凉透 我们俩那几年的那份情 这从根上 都死了 你现在还恨安姐啊 我咋能恨她呢 你姐这些年也够苦的了 她心眼好 出事症 没有歪歪道 这些我心里都清楚 那你为啥 不能跟安姐重新开始 再凑在一块呢 你们俩现在 年龄也不小了 是 这岁数也大了 经过的事也多了 这许多事吧 心里头也透亮了 可你说这事儿 不那么简单 这男女之间的事儿吧 你说 分开 难 你说合在一块儿吧 也挺难的 四哥 你要是还喜欢安姐 咋就合不到一块儿 你也知道 安姐的心里啊 只有你 除了你 她谁也不能再嫁呢 二蛮 你这不是台酒啊 这世上好男人多着呢 你姐还愁找不到一个中意呢 四哥 你是不是 死心塌地地爱上七嫂了 你跟七嫂 可不能再凑在一块儿了 我也没想再往一块儿凑 你跟七嫂的情要是不断 那往后的日子 可咋过 这套骨子的生活 把我给害苦了 我也不知道今后这日子咋过 反正 我不能在两个女人中间过 这是傻话 我也说不清楚 那滋味 太苦了 不是 这是傻话 你不是 是傻话 我不能在三个子 对 给 给 我 有 我 如果 这 我 你 我 我 梁子来了 你这可是稀客啊 有日子没过来了 来倒户啊 梁子 今儿没放牛啊 梁子 买点啥 买酒 买酒 要啥酒啊 啤酒 啤酒 送礼啊 不 梁子 今儿太阳打哪边出来的 你可从来没要过啤酒啊 梁子 不是七哥不给你面子 今天女婿有不好上货 得搭货卖 要不你说我不卖个谁也不好 咋个搭法 这一瓶酒啊 搭一条肥皂 两包羊粉也行 那你就先给我来五瓶吧 行 那你搭啥呀 搭啥都行啊 嗯 那给搭五瓶肥皂吧 老七啊 哎 梁子一人 你搭这么多肥皂 她啥钱能用完呢 嗯 那就少搭两条 啊 哎 我给你说半天了 我这不是 为你们娘撒谎吗 咋说 你也不能跟梁子说那话呀 你那不是逼人家梁子吗 人家已经有对象了 订婚前都交给人家了 我咋是逼她呢 梁子 帮咱家这么多年 为啥 我明白 不就怕你 苦着累着 梁子 是应该有过自己的家了 我还能活几天 我还能活几天 我受不了 我真的受不了 你就再 别再拿刀子插我 救救你了 不说了 再也不说了 你离开我的心思就行了 这话哭得了